我立刻冲进院子里,但是家里的院子里却停着一口红色的大棺材,我以为爷爷出事了,便赶紧掀开了棺材,直接吓了一跳,我尼玛棺材里竟然躺了一具流天师,那我面前的流天师又是谁呢? 前辈也是发现了不对,上前一看,直接将里边的那个流天师给扔了出来,怒骂道是哪个小黑子用指人这种下三岸的手段诅咒我,别让我抓到他,时不时相经监狱,我一定要为他吃油饼。 想到之前第八集的时候,爷爷为我做过指人迷惑红衣煞星,这流天师的指人难道是爷爷?前辈看我若有所思问我咋了,我跟流天师说出了心中的疑惑,流天师大笑道,不会的,这肯定是其中有人挑拨离间罢了。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,又朝屋子走了进去,桌子上也有一张字条,上面写着小江,你不用担心爷爷,爷爷没事,咱们的村民们都在祠堂,你快去祠堂帮村民吧,不用管我。 我办完事之后会去找你的,看到纸条之后,我便把爷爷的话转达给了流天师,并且带着流天师和牛十三去了祠堂。 当我们来到祠堂后,发现祠堂内满是村民,村民们的脸色都不是很好看,周大娘先是注意了到我们,乡亲们,小江回来了。 村民们一看立即把我们围了起来,太好了,太好了,小江回来了,我们有救了,太好了,这件事终于能过去了,我赶忙抬手制止了他们,问他们为什么会在祠堂,爷爷去哪里了? 最近这些天都出了什么事,围守的李二狗哭着说,小江啊,自从你走了之后,咱们的村子里的鸡不知道为啥一夜之间就都死完了,村子还被大物围了起来,一直不散,你爷爷说,这是邪碎作乱, 让我们千万别出村,村长却认为鸡一夜之间全死,是因为最近闹鸡温了,大物只是天气的原因,没把你爷爷的话当回事,决定带几个人出了村子去向外界求助,结果村长和那几个村民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,我们也听从了你爷爷的话,来到了祠堂这里,你爷爷说,他在此地设下了法阵,邪碎是一定不敢硬闯的,说只要等你回来危机就一定能够解除, 后来你爷出去了,就再也没见他了,头两天过得还算顺畅没什么事发生,直到一个星期之前的晚上,祠堂外面突然刮起的旋风, 祠堂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僵尸飘在半空中,朝着我们这飘了过来,那个女鬼停留在了祠堂门口, 然后就朝着祠堂的大门撞了过去结果还没撞到门上就被弹开了,当时我们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 以为有你爷爷的法阵在这个女鬼就不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,这个女鬼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盏灯, 那盏灯飘在半空中,闪起了耀眼的蓝光,显得非常诡异,那盏灯的灯光突然照在了祠堂的地板上, 就有两个村民朝着祠堂的大门走了过去,而且双眼无神,就好像失去了意识一样, 我们怎么喊他俩,他们俩都没反应,我乡亲们就过去想拦住他俩, 结果他们就一直往前走,根本就拽不动,我们没办法,只能看着他们走出了祠堂, 结果他们刚出祠堂,就被红印女鬼奔住吸尸起他们的血液,直接将他们吸成了奥利北, 红印女鬼吃饱之后就离开了,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了, 已经有十几个同村被他吃掉了,我们每天都担惊受怕的, 生怕自己将会是下一个红印女鬼的食物,小江,现在你回来了我们也就安全了, 刘天使知道之后,立即表示今天晚上就除掉红印女鬼给死去的村民报仇, 刘天使让我跟他在祠堂附近埋伏了起来,牛十三负责在祠堂里守架, 我和刘天使钻到了祠堂附近的一个草丛里苟了起来, 当起了老六,没过多久天就黑了, 祠堂外面挂起了阴风,红印女鬼飘到了祠堂门口, 将内盏灯放到了天空上,灯一下子就亮起了诡异的蓝光, 刘天使小生对我说道,小江,这灯叫隐魂灯, 是用人皮和人的灵魂做成的可以迷惑和控制别人的灵魂, 我听刘天使说完,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, 没想到这神秘人这么狠毒, 这种丧尽天良的东西也能做得出来, 没过多久就有两个村民朝着雨江走了过去, 刘天使立刻跳了出来, 一发苦无就激动了隐魂灯, 红印女鬼也注意到了刘天使身上突然燃起了蓝色的火焰, 爪子上也泛起了浓烈的阴火, 朝我们扑了过来, 刘天使立即使出法阵定住了红衣煞星, 本想接下来将其封印了, 谁知红衣煞星突然化作一团红色的雾气逃跑了, 刘天使看到也是极为震惊, 我尼玛这些岁竟然能够逃脱我的法阵, 说明已经修炼到玄疾了, 随后对我说, 小江赶紧把你那个黄疾南疆叫出来, 他能闻到红衣女鬼身上的鬼位儿, 我赶紧照做将南疆叫了出来, 南疆闻着红衣煞星鬼气就朝着前方飘去,